欢迎到全哥网站 我是全哥 你真打算建立自己的形象网站吗 今天这部影片 我将会带你从0到1 透过Astra这款热门主题 搭配目前火红的SPECTRA 区块编辑器完整建置属于自己的品牌网站 稍后内容会从最基础的网域主机申请 优质主题搭配 高质感版型套用方法 如何更改网站页手 区块编辑器的制作方法 网站页面调整 联络表单制作等等 我都会一次教会你喔 学完后你将会拥有一个 外面制作要价好几万的形象网站 而你只要花费这部影片的时间学习 就能马上拥有喔 有关稍后影片中提到的软体连结 和我们团队所提供的网页设计 主机代管服务 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好那就开始啰 接着来看到是自驾网站三要素 通常要架设网站 我们都会准备网域主机还有软体 那首先看一下网域部分 网域命名呢 我们建议选择使用简单好记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使用品牌名称作为命名 或者是你可以用产品跟服务有关的命名方式 然后不要使用中文 再来主机的话 我们可以挑选有公司规模的 这样会比较稳定 再来呢它的性能跟功能性 也是我们可以衡量的一个重点 包括方案价位落在哪里 是不是新手也可以负担得了 再来呢软体的部分我们会使用Wordpress 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使用量最大的软体 全世界有40%以上都是使用它来制作网站 然后你也不需要任何程式概念 包括它里面有上万种主题跟外挂 可以制作非常多种类型的网站 像是部落格 形象网站 电商网站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有了初步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前往下一个步骤 好 首先我们可以开启新的分页 我们在新的分页上输入这串网址 网址呢我也会放在画面这边呢 或者是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 那透过这串网址呢 你前往到A2 Hosting 你可以享有非常高比例的折扣优惠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好 输入完成后你就直接前往 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A2 Hosting的方案页面啦 首先我觉得这家主机商呢 有5个很大的特色哦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主机速度快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费用评价 第三 主机安全性高 第四 全年无休的客户服务 第五 操作界面简单 那以上的特色呢 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使用这家主机商的原因哦 好 那接着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它的方案费用 首先它分为StopUp、Drive、TurboBoots、TurboMax 那我们稍后呢会针对前面三个呢作为分享 首先第一个呢 StopUp它提供36个月、12个月跟1个月的模式 那我会建议呢至少选择12个月 你才可以享有比较高比例的折扣 像是它目前呢就提供75%的折扣幅度 那有关于StopUp呢 它可以用它架设一个网站 享有100GB的SSD大储存空间 并提供呢免费搬家服务 这就是StopUp 再来我们看一下Drive方案 你可以用这个方案呢来架设无限个网站 享有无限制的SSD储存空间 跟包括呢也有网站搬家 还有它提供了免费自动备份的功能 这个就是Drive方案 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TurboBrutes的方案 这个方案呢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拥有更快的速度 它在SSD的储存空间上呢 它使用了更进阶版本的规格 那它一样呢可以拥有自动备份的能力 跟包括呢Turbo官方所称 它可以提高至少20倍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对速度有更高的要求 也可以参考TurboBrutes的方案 好那我们这次呢会先从StopUp 也就是呢最优惠的方案呢进行交选 好那我们可以点选下面的GateStopUp 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A2 Hosting的网域相关页面 首先它提供几个选项 第一个呢是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网域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你的网域名称 然后点选使用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呢是注册一个新的网域 如果你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网域 你是初次驾站的新手朋友们 你就可以选择第二个就是注册一个新的网域 好那这边呢输入你想要申请的网域名称 那后面呢是顶级网域的部分 那顶级网域有非常多的选择哦 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选 可以优先选择.com 完成后你可以点选这个按钮 系统会帮你判断呢 这个网域是否已经有人注册过了 好那我们点选 好那像我这个网域呢是没有人注册过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完成后呢我们可以点选下面的Continue 前往下一步 那接着呢A2 Hosting呢 它会列出你目前所选择的主机规格 然后更包括呢你租用了大概多久 然后费用大概多少钱等等 好那这边呢都是一些加过项目 这个我们就不理他了哦 那下面呢是Server Location 就是你的主机伺服器材要放置在哪个位置 那如果呢你今天是位于亚洲地区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新加坡 因为距离比较近 连线起来相对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 好那这边呢有一个自动安装的应用程式哦 那你可以先选择Wordpress 我们用一个呢干净版的Wordpress进行安装就好 那下面呢有Wordpress后台的登录帐号还有登录密码 那有关于这组的帐号跟密码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呢系统呢稍后不会再透过信件的方式寄给你 这也是因为安全性的考量 那有关于这组密码的话呢 你之后在Wordpress后台也可以自行再做更换 好那都记录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选Continue前往下一步 那接着呢是一些网域的相关功能加购 那目前呢我们都不需要 所以直接点选下一步 好那这个部分呢是让你确认一下 你所选的规格跟价格的部分 好那下面呢它也有带到折扣码的部分 那有关于优惠连结呢 我也会放在画面这边 或者是下方的资讯栏方便你前往 那透过这个网址前往 就可以享有高比例的折扣幅度了哦 那我们就点选Checkout 好那接着我们会看到啊是一些栏位的输入 那这些栏位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稍后我会用比较快速的方法带大家来完成 好那这个平台由于是国外平台 所以资讯呢我们都需要填写英文 首先First Name就是你的名字 Last Name就是你的姓氏 好那我们可以个别填上 如果你不晓得你自己的英文名字的话呢 我这边放一个网址给大家 连结我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在这边呢你可以输入你相对应的资讯 然后点选翻译就可以了哦 那我们继续回来 这边我就个别填上 那有关于它这个栏位啊 它也没有太严格 你基本上只要有值的话呢 应该都是过得了的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Email.js 这边可以填上自己的Email 然后这边可以填上手机号码或者是室内电话都可以 那我这边呢用手机号码作为范例 那有关于它这边是国际码 所以你可以把最前面的0去掉 把它改成886 好那这边Company Name呢是你的公司名称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不用填 它是选填的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区域 我这边选择台湾 Street Address就是街道地址 也就是住址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网址 这个是中华邮政所提供的地址中翻音 好那我这边呢先随意选择一个地址 然后我进行查询 进来之后呢系统会给了我们一串英文的地址 那我这边呢就个别贴上 这边呢 A2 Posting还有提供Street Address Tool 就是第二个栏位 有关于第二个栏位呢 我这边可以把县市 目前我是抓取新北市 我把它复制起来 我回来 我进行贴上 好那City呢跟州的部分呢 我这边一样的都先填选台湾作为范例好了 那这个地方可以输入自己的邮递区号 那下方呢是输入你的统一编号 如果有的话再填 没有的话呢就可以控制 因为它是选填的 好那这边是Account Security 是帐号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之后要登录到A2 Hosting的后台呢 你就必须要凭着这个密码呢进行登录 那它的登录帐号呢就是你的信箱 好那我们来填写一下密码的部分 那这边呢它有系统可以自己去生成这个密码 如果你需要用的话呢 点选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但这个密码呢大家要把它记录下来 好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个别填上 接着可以选择安全性的提示 那这边它有非常多种 好那这边呢就先随意选择一个 好那你输入自己看得懂的就OK了 好那我们下面呢就会确认一下账单资讯啊 好这个就是会稍后会结账的金额 好那我们直接往下看 这边是付款资讯的部分 有非常多种选择 那目前最常用的呢会是信用卡跟PayPal 那我们直接来选择信用卡的付款模式 那这边你可以个别填入信用卡资讯 这边是你的卡片号码 到期日期 卡片后三码 持卡人的姓名 那这个部分是选填的 所以这个姓名的部分也可以不填 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当你卡片资讯填写完毕了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可以把订阅电子报的按钮给关闭 然后把确认同意打勾 我们就可以点选这个按钮进行购买的流程了 那当我们点选完之后呢 A2 Hosting 系统呢 会同时帮我们在后台建立一个 Wordpress 的网站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可能会等稍微久一些些 可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大家呢可以耐心稍等一下 那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 A2 Hosting 就帮我们顺利的把Wordpress 架设成功了 那我们这边也会看到啊 他告诉我们说你订单已经完成了 可以前往到下一步了 好那我们就前往下一步的教学 好那关于主机注用完毕之后呢 由于我们有涉及到网域的申请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前往到自己的信箱 那我们应该会收到呢 很多关于A2 Hosting 他所寄送过来的信件 那里面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这串英文 他算是一个验证信 你可能会看到你的网域名称在上面 那我们直接点击他 进来之后呢他会告诉我们说 这是你刚所申请的一些网域资讯 他主要的用途呢就是确认说 这个网域申请者呢 是你本人这样子去验证资料 那有关于验证方法很简单的 你只要点选连结 Check here to verify your email address 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直接点选连结 好那这样系统就会告诉我们说 恭喜你已经顺利验证成功了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网域验证这项动作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度回到A2 Hosting的界面 我们这边呢如果接续刚刚的安装流程 你可以直接点选这个按钮前往到会员专区 那我用新分页的方式开启 好我们就会看到类似的这个界面 稍后会跟大家做个说明哦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再度搜寻A2 Hosting的网站呢 你可以点选login进行登录 那你有关于在登录的时候呢 它应该会要求你输入一串帐号跟密码 那你就填入了你刚在申请的时候 所留的那一组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A2 Hosting 它本身功能非常的多哦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叫做CPanel 它很多呢相关主机的设定项目呢 都放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CPanel login按钮 我们前往 好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项目哦 功能非常的多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我们这边呢 先来到语言更改的地方 Change Language 或者是呢 直接透过上面的这个工具搜寻栏呢 也可以找到 好那我们点选之后 我们直接呢 切换成自己的语言 更改 那我们会看到啊 语言就已经都更改成中文了 好那我们返回上一页 好那这样呢 CPanel的后台呢 就变得很容易了解了 那这招介绍的是 SSL安全性凭证 如果通过这个SSL凭证呢 我们通常会有两点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传输的数据会比较安全 第二个呢 就是对网站的SEO呢 是会有帮助的 好那我们要如何在网站起用这个东西呢 首先一样 我们可以来到CPanel的后台 我们这边会看到啊 主要网域 应该就是你在申请A2的时候呢 用的这组网域 那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啊 目前这个网址啊 由于我已经做了设定 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安全性的锁头 已经出现了 然后代表它是使用SSL的凭证连线 那我们也会看到啊 它是使用https的方式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不安全的模式呢 代表你还没有启用一个叫做 强制性SSL的连线模式 好那我稍后呢 会把这个两种方式呢 都教大家 这样呢就能够完成 有这个网址前面会有锁头的模式 那网页呢 就比较不会显示不安全的连线 好那我们先回到后台哦 一样我们可以往下滑 我们可以看到安全性 这边有一个SSL点选 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右手边 安装并管理网站的SSL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下面的网域这边 选择呢 你所申请的那支网域 依网域自动填入 它这边就把凭证带进来了 那接着我们只要点选安装凭证 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我们SSL呢 就已经正式启用了 但SSL呢 它生效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呢 不是说按下之后就可以马上看到 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那到时候生效之后呢 你在网站前台 应该就可以看到 类似这样的锁头了 那另外呢 我再做个分享 我们一样回到呢 Tools的界面 这边我们可以找到网域的选项 我们点选网域 我们可以把这个按钮给打开 那之后呢 透过你网站上啊 进行的连线 都会使用https的模式呢 进行连线的动作了 好那以上呢 第二个就是如何在网站起用SSL 凭证的方法 好那接着我们要来示范的是 WordPress的后台基本设定 我们如何前往到 WordPress的后台呢 首先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网域 我们在网址后面呢 输入斜线 wp1-admin 这边呢 你可以填入啊 当初在申请A2 Hosting的时候呢 我们有个别输入自己的帐号跟密码 那这组帐号密码呢 就是你登入到 WordPress后台的凭证 好那我们就个别输入 好那这样你就可以顺利 登入到后台啰 那接着我们来做一些基本设定 我们可以前往到左手边 有个Settings点选General 我们首先先来更改语言的部分 我们滑到下面会看到Side Language 我们选择自己的语言 然后我们来选择时区 点选储存 那我们就会看到啊 目前语言都改成中文了 这样会方便了后续的操作 那有关于WordPress的设定项能 还有非常的多 像是你在写作、阅读、永久连结的设定 你都能够调成了自己适合的模式 去进行操作 那接着我们可以点选永久连结 我们在永久连结 改成文章名称的模式 储存 好那以上就是WordPress的一些基本设定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项目 你都可以参考我频道的相关教学 完成后续的动作 好在这个章节呢 我将会带着大家呢 安装主题 包括套用呢精美的版型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前往到网站后台 那这个是目前后台的样子 那前台的部分呢 目前我套用的是 WordPress预设2024的这个版型 那有关于版型部分呢 你也可以前往到后台点外观布景主题 那预设呢是这个2024 这个版型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来安装布景主题的话呢 一样你可以前往到网站后台点选外观 那我们这边点选安装布景主题 好那我们稍后会展示的是使用Astra这款布景主题 那你一样可以输入相关的关键字 这个主题呢它非常的强大哦 主题的功能啊 不论是夜搜夜尾或者是可以编辑的选项都很多 包括它这个主题速度也蛮快的 所以我们会先透过这个主题呢 做这个形象网站建置的范例哦 好那我们点选安装 好那完成后点选启用 好那这样呢这个主题就已经顺利套用完毕了哦 当套用完毕之后呢 其实系统也会告诉你啊 你目前使用的主题是Astra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回到网站前台我们造访一下 以Astra主题它预设啊 你没有套任何版型的状态下呢 它会是长一个很简单的画面哦 好那我们稍后呢 就会来示范如何把版型套用哦 首先一样我们再度回到后台 我们安装好了之后呢 它这边就出现了一个提示哦 它是告诉我们可以安装这个版型 汇入的这个外挂 Astra主题呢 它必须要配上这样的外挂呢 才有办法汇入版型 所以我们就点选直接安装就好 那接着就会进入到安装流程哦 好那我这边呢 一样先回到上页 因为我要示范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找到类似的这个按钮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去打开刚刚类似的画面 一样我们可以先前往到外挂 点选已安装的外挂 好那我们这边呢 会看到这个名称 这个就是外挂的名称 我们可以先复制起来 那我们刚刚是透过快捷键的方式呢 把这个外挂安装上去哦 这个外挂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套用版型的 那你如果没有找到刚刚类似那样的按钮 你也可以点这个安装外挂 好我们直接在右手边的关键字贴上外挂名称 这样呢 你一样可以看到这款外挂 它就是专门在汇入版型用的 那我们今天假设呢 你都已经把这个外挂安装完毕了之后呢 我们再度呢 前往到刚刚这个版型汇入的画面 一样呢 我们前往外观找到Starter Timberlands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这个安装的流程了 好那接着呢 我们要汇入版型之前呢 系统会问我们 我们要使用哪一种这种版型制作的方法 好那因为呢 我们过去都是展示Elementor 那这次我们来玩玩看区块编辑器 然后我们可以点选 好那进来之后呢 一样有非常多的版型 我们可以做套用 那我们这边直接搜寻关键字 叫做Digital Agency 好那我们找到它之后 相关名称的这个版型 我们点选一下 我们稍后呢 会汇入的就是这个 有点类似数位行销服务的相关版型 那其他整个配色啊 包括它的视觉呈现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它进行这个制作 那如果你喜欢不同的版型 也当然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做安装的流程 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一些预设 比如说告诉你说 Logo可以在这边上传等等 或是Logo的宽度 那这个其实稍后呢 我们在Astra主题里面呢 都能够再做设定 所以我们这边都直接掠过 前往下一步 那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你喜爱的配色 当你点选的时候呢 其实系统它会 整战性的帮你更换它整个配色 好那我这边呢 先使用它预设值就好 然后下面呢 是更改字体的部分 那这边都是英文字 所以我们暂时不在这边做更动 所以前往下一步 好那接着呢 它会请你留下一些资讯 那这边我都是先控制 然后下面呢 它有告诉我们说 你可以汇入这些基本设定啊 一些小元件 然后安装外挂等等 好那唯独最后一个呢 是分享这个隐私的资讯 这边我就把它取消 好其他就预设就可以了 好那完成后呢 我们就点选下一步 接着就进入到安装流程了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那我们稍后版型呢 就能够顺利汇入完毕了 好那这样我们版型 就已经顺利汇入成功了 那接着我们可以点选这个按钮 直接前往到网站前台 这是我们网站的首页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版型目前已经顺利的汇入成功了 那这个是首页的部分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到服务项目 然后包括还有关于我们 还有联络我们 好那我们稍后呢 就会来做这个版型上的调整 还有一些这个Wordpress的核心功能 那这个章节呢 我将会教大家 如何来制作网站的logo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网站上啊 左上角呢 这个是预设版型给的logo 但我们通常呢 都会更换成自己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透过某些软体进行制作 那有关于logo制作软体呢 其实我目前最推荐的就是使用Canva 因为Canva呢 它除了可以让你做logo 也可以做平面 或者是做社群 或者是做简报等等 好那有关于Canva呢 目前它有提供30天免费进阶版的试用连结 那连结呢 我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点选使用 好那我这边就继续开始 首先如果你要透过Canva制作logo的话呢 你来到它的首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个建立设计 这边我们直接找到标志 我们就点选它 好那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啊 它其实就会给你很多范本 这边基本上 当你不断的往下滑之后呢 其实logo真的真的非常的多 你都可以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icon 那你可以呢 去选择你喜爱的logo配色 你都可以自己去点 或者是你点加号 然后去选色码套用 它就会帮你把相关的这个颜色呢 给找出来 非常的方便 那这边呢 还有提供很多像这种不同类型的标签 然后你都可以直接选择这样 好那我这边呢 就直接用这款呢 作为这次呢 的教学范例 那我们点选之后呢 这个logo就会被套用进来 好但是呢 我们这边要了解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目前所汇录的版型 它其实是白色logo 因为它底是暗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白色的版本 那再来呢 我们要再做一个黑色的版本 因为夜尾啊 它是白色的底 所以它logo要黑色的好 所以我们会做两个 好就是一黑一白这样 好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做一个黑色的好了 好那我这边呢 就点选它的图片 然后上面有颜色 那我就直接更换成暗色系的 好那我文字也可以做更改 那当然我也可以把它改成像中文 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那我这边就先随意打 那有关于这个字体 你都可以点选上方这边进行更换的 它有支援一些中文 然后包括有很多英文的部分 都可以看哪一款比较适合你自己 好那我就先暂时用这款好了 好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更改它的文字配色 好那下面的话呢 因为它是有点副标题的感觉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留着 好那我就把它留着好了 那下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打上一些副标语 好那就大概这样子 那一个简单的logo 其实就完成了 那我们这个是属于偏暗色系的版本 下面这个颜色 我也把它更改一下 好就全部都统一 那接着我们要再做一份白色的 我可以先全选它之后 我先让它稍微放大一点 好那接着呢 我们直接呢复制一份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张图它上面有一个复制页面 点选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呢 先在这个背景 把颜色换成是黑色的 这样我们再处理起来呢 也会比较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开始把里面的内容 都先改成白色 好那我就更改完毕了 那这样呢 我就有一黑一白的logo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ogo给汇出了 如何汇出呢 首先我先把目前这几个呢 给选起来点选右键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下载所选项目 那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档案尺寸 它有支援PNG、JPG等等 我这边先选PNG 然后包括你可以设定尺寸 尺寸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抓大一点 也都没有关系哦 这个700多好了 然后使用透明背景 我们再做logo 不需要后面的这个背景 好然后直接下载 好下载完毕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打开来看一下 好那这个呢 就是暗色系的版本 然后大概会是长这样子 OK暗色系的版本 但是由于这张图啊 我们刚下载起来 它其实上下左右啊 它都有留一些空间哦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通过一些 裁切图片的软体呢 把这个周围多余的空间呢 给裁切掉 就留下中间这样就好了 好那这样子 我们后续在网页的套用上 也会比较好 好那这个部分 就交给大家自行做处理哦 那接着呢 你一样呢 可以把下面这个白色的版本呢 给同样进行汇出 那后面的流程都是一样 就交给大家自行完成 那当你顺利呢 把这个logo都支出完毕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阶段呢 网站logo就支出完毕了 我们就可以前往到下一张节 那这个张节呢 我们将会来挑选一下 网站要用的配色哦 因为我们套用的是 现成的版型哦 但有时候版型的配色 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会 透过类似这样的配色软体呢 给我们一些建议哦 那这个Happy Hues 它左手边呢 其实给了我们很多 现成的颜色 当你点选了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把你做更换了 包括它的色码呢 其实都会给你 而且它很全面哦 它会用网页的方式呢 展示给你看它大概的这个样子哦 不论是文字啊 背景都会有 它有蛮多种文法 暗色系的也有 然后包括 浅色系的 这边都有 那它有很多种选择哦 你都可以看你喜欢哪一种 好那我们这边呢 由于目前是使用这种黄色系的搭配哦 那我们这边也不差太多哦 因为差太多 调的地方就会比较多 那当然呢 你还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呢 去做一个更改 好那比如说 我这次选择的就是这个咖啡色系好了 因为刚好有点到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网站先保留起来 因为等一下这边的颜色呢 我或许会用得到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挑选网站配色的一个方法 好在这个章节呢 我们将会来示范我们如何更改网站夜首 目前夜首呢 它有logo选单跟后面这个按钮 那我们就来做更换 首先我们可以先往到网站后台 我们点选外观制定 好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夜首编辑器 我们打开来之后呢 这边就是编辑夜首地方哦 那以Astra主题来说呢 它这个夜首编辑器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可以让你做一排两排三排 最多有三排的夜首 那我们目前看到正中央的这个 就是我们目前画面上的这些 像是它有标志 也就是logo的部分 跟中间是主要选单 然后再来后面呢就是按钮的地方 而当你个别去点选的时候呢 其实桌上边也会切换到可以更改的地方哦 那像目前它是白色的logo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选更换 然后你可以把呢 你刚刚在Canva这边呢 所建立的logo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logo 给上传上去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 那在媒体库里面呢 它会展示你所有的图片 好我这边先选白色系呢 我进行更换 那这边会有个裁切的部分 我点选下方的掠锅裁切 我移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好那接着呢 我们logo就已经更改完毕了 非常的快速 那你还可以设定这个logo的宽度 这你都可以自行的做调整 好我这边先复原 好那这边它出现了一个变形的情况哦 那我们这边可以先发布 然后我回到前台我刷新一下 但其实前台是正常的 所以有时候呢 当你在拖曳这个时候 它可能因为在编辑的范围哦 所以它会出现这个状况 但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重新呢去整理一下 好那它就会恢复正常了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网站标题的部分 你看你有没有需要做更改 好那这个就是标志的调整 那我们除了呢一般它还有Design 就是它的样式设定 你可以更改logo的颜色啦 或者是它上面跟下面的边界等等 简单来说呢 我们目前调整的就是logo的部分 再来呢 我们中间看到的是主要选单 那选单的话呢 其实它有一般的选单 跟它有直选单 直选单也就是第二层 但我们目前这个版型是没有了 主要选单的话 你可以选Design 然后它可以针对 它目前第一层跟直选单呢 去做相关的这个颜色调整 像这边都可以更改文字啊 跟连结的颜色 还有包括选单之间的间距等等 好那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 右手边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的部分 我们通常会更改它的名称 把它改成中文 我这边呢先简易做一个更改 然后你可以放上你的按钮连结 点了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连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包括呢 你可以设计这个Design 按钮的颜色 像目前它这个强调色啊 应该是用黄色为主 那我们刚刚是有找一个配色 配色的部分我们就用比较亮一点好 比如说我用这个颜色好了 好当我双齐之后 它就直接复制了 就可以回来 然后到这边呢去做更改 可以直接在这边呢贴上我的色嘛 好它颜色就更改完毕了 好所以它滑上去呢 就会是这个淡淡的这个颜色哦 好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更改字形 字形在这个地方 它是继承上层元素哦 所以说你可以先回到上一层 然后我们在痊愈的地方呢 你可以更改它的这个排版样式 排版样式里面呢 它会有这个内文字形跟标题字形 那你一样呢 都可以去做设定 它预设是英文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像是 呃 诗员黑体 诗员黑体的话 叫做notosense tc 这个我先复制起来 等一下我会用到选择 好这个就是内文 然后在标题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更换 好它整个标题就更换了 大家会看到啊 因为我们目前 像画面上的都是英文哦 所以英文改成诗员黑体 有时候它会被放大 或者是变得 并不是这么的质感 那当然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呢 再去做调整 另外一种呢 你可以更换成这个诗员送体 诗员送体看起来 可能就会跟刚刚这个会比较雷同 比较不会差这么多 好那一样呢 既然我是诗员送体的话呢 那我刚刚上面这个 也一样一个把它改成诗员送体 让它统一 然后标题的话 我会建议啊 基本上都用700 让它粗一点会比较适合这样子 好那下面呢 就是它的h1到h6 也就是它的标题的部分哦 你就可以看呢 预设它是继承上层元素 也就是继承这个标题的部分 那这边我们就不移动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在排版样式 主要更改的就是这个标题的字体 好那再来它还有配色 配色它这边有一些预设纸 像这个强调色啊 跟连结色 我基本上都可以针对啊 我刚所复制的这个配色呢 直接去做里面的更换 比如说强调色 我就先直接贴上 然后这个连结部分 它颜色稍微深了一点 所以我先贴上之后呢 我再把这个颜色呢 往后面拉 让它深一些 做一些区隔 所以它大概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那再来呢由于颜色的部分啊 其实坐落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是选单 那我就可以点选这支笔 当我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做更改 在选单部分 Design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文字连结 这连结它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设定 或者是你回到预设值 简单说如果你要更改选单的部分呢 你可以来这边直接做一个调整 那这边呢由于颜色的部分 我就先做一个基本 在群域这边做一个基本的设定 那当然它也可以更改 我网站背景跟内容等等 好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个 夜首的选单上啊 不论是颜色 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设定了 那另外呢 我在针对这个夜首部分啊 我在多做一些补充啊 比如说我一样点选这支笔 进入到主要夜首 我们这边有三栏 OK这些栏位呢 基本上这个东西都能够拖曳 比如说我也可以让logo在中间 它logo就跑到中间 然后选单在左边 大概会这样子呈现 所以它这边呢 都能够自行的去做一个位置的更换 每个区块你点选加号之后呢 你都可以摆上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在我的左上角点选加号 我放上一个HTML HTML呢 你可以自由的在里面去做一个文字上的编辑 比如说我可以打上我的联络方式 好那这样呢 其实我这个资讯就已经放上去 只是它目前文字呢是黑色的 所以我可以点选Design 然后把文字颜色改成白色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好那这样呢 我们第二行的这个文字的部分就出现了 那当然呢 这个区块呢 它也可以往下滑移到最下面 那这个资讯也可以至终等等 就可以做出各种排版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增加社群 比如说我在这边点选加号 它这边有个Social 我们点选一下 会看到这边社群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可以点选这支笔 首先呢 我们先更换这个图示的颜色 因为目前是暗色性 我们看不清楚 在点选General里面呢 这边可以加上非常多的社群 你都可以自由的去做选择 然后呢 这些社群都可以打开来 然后呢 在这边填上它的这个连结 它点了之后呢 就会直接连到你的这个社群里面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在上方这块啊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两栏了 那当然都可以自由的在做变化 那如果你要针对细节部分调整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齿轮 齿轮的部分呢 它可以让你设定高度 你的高度也可以让它变小一点 就不会看起来这么的高 那这边你还可以针对一些细节做处理 那后面呢 都是以此类推哦 那由于呢 我目前只想留一行的夜手 所以我把上面这些呢 都给删掉 我让它干净一点就好 好那我把它说起来 那这就是我目前夜手的展示形态 那我们也顺便学习了这个 Astra的夜手编辑器的简易操作范围 好完成后呢 记得点选发布 那你回到前台呢 在做更新的时候呢 它就会做一些基本的更改哦 好 那这个章节呢 我们将来学习啊 我们如何更改网站选单哦 目前这个版型预设的选单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个更改 首先我们可以先回到后台 我们在左手边呢 在外观应该可以看到选单的部分 我们点选 里面呢它这边会有个Pamery Menu 就是选单的意思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会比较好做辨认 好 然后呢下面呢就是各页面哦 目前有四个 它就会对照啊前台这个 Home Service About Us 跟Content 所以它是互相对应的 那当然这个选单的顺序呢 你都能够再做更换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Service往上拉 它是可以支援拖曳的 好那包括呢 它也可以支援是直选单 你只要稍微往后拉 它就会变成第二层了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我先把它调整回来 完成后呢我可以先点选儲存 那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在左手边页面这个地方啊 它目前有几个选项 像是最新发布展示全部 跟搜寻 像如果有些页面太多的话 看不到你就记得要点选这个 简式全部 你才有办法呢去找到你的页面哦 好那我们目前呢是这四个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前台这边 我们要把这几个英文改成中文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个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前往到左手边的页面 点选全部页面 进来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目前都是英文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都快速把它改成中文 那我们可以点选这个快速编辑 然后把标题改成中文 然后进行储存 那其他的页面呢也都是一样的逻辑 你都可以把标题先改成中文 那这边呢大家可以自行的完成 好我这边简单更改了几个中文哦 那像这个simple page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那这个影视权政策呢 目前应该是用不到 所以我就不更改它 好那这样呢我们页面的标题都更够完毕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选单的地方哦 好我这边先刷新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啊 我们目前原来这个英文 它就直接变成中文 所以他们本身呢 跟这个页面是做联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回到网站前台 我刷新一下画面 大家就会发现啊 我目前这个文字呢 都已经顺利更改成中文的部分了 好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各自点选了之后呢 也会直接来到对应的页面 好那再来呢 我直接来示范 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拖曳可以排序哦 那我这边就直接拖曳给大家看 好比如说我顺序做更换做个直选单 储存 好回到前台刷新 好这样我们项目的部分呢 其实就已经做更换了 包括呢 它还有这个首页跟直选单的部分 那直选单的话呢 因为目前颜色它不清楚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在制定里面 我打开来给大家看 进来之后呢 你都可以点选这个选单的地方呢 在Design里面去做这个样式的调整哦 好那这边呢 我就不多做说明 先把它关闭 好那我们的这边呢 可以再度回来 然后我把这个顺序呢 都先更改回来 储存 好回到前台刷新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选单的部分 那选单它其实它有资源满多种的 你不只可以放页面 你也可以放文章 那所谓的文章呢 其实就是 Wordpress它这边左手边有文章 你可以点选全部文章 进来之后呢 预设应该是会有一篇啦 但这些都是预设的假文章 你都可以点选文章去新增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 如果你有新增文章的话呢 我们在选单这个地方 你都能够把这个文章呢 给把它摆放进来 所以呢 它不只可以放页面 也可以放文章 所以它可以放很多种 包括你也可以制定连结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连到我另外一个网站 比如说全歌网站 然后那这边我就输入我的这个网址 好我就把网址贴上 好那新增式选单 储存 储存完毕后 回到前台刷新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选项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点选之后 就直接连到这个地方了 好那这样我们连结就设定完毕了 好那我这边就先把这个给移除 储存 好除此之外呢 它也支援像是分类 分类的话 由于我们目前呢 在文章这个分类里面呢 还没有设定任何的分类 所以它是空的 如果说你之后有新增文章的话呢 这边分类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选单中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Wordpress在选单部分的一个设定 那接着这个章节呢 我们将来学习 我们如何使用Wordpress的区块编辑器 这个也是这部影片的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那我们可以回到后台 然后我们点选页面 那我们预设有这几个页面 我们这边用首页作为范例 你可以直接点选 好点选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Wordpress的区块编辑器了 好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Wordpress透过这样的工具呢 去把首页做出来 好那一样呢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个加号 点开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啊 那这边有个名字叫做Spectra 那这个呢 就是Astra主题呢 他在做区块编辑器的时候 他所搭配的外挂 那一样呢 我们可以前往到网站后台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外挂大概在哪个地方 一样呢 你可以到左手边外挂 点选已安装外挂 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啊 由于我们有透过Astra进行版型汇入 所以他额外呢 帮我们装了这个外挂 那这个外挂呢 就是针对区块编辑器的能力扩充 那所谓区块编辑器呢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叫做区块编辑器那预设呢 他其实是没有这一块的 这个是由于配上了这个外挂之后呢 他才多了这些功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那我们稍后呢 就会透过这个Spectra里面的工具呢 做这个网页的排版 那我们如果要更改里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找对应的地方 做文字的修改就好 比如说我们目前在前台看到的是 这个英文字 那如果今天要更改 我就直接调整就好 那关于文案的部分呢 当然你可以自己发想 又或者是你可以参考国内外的 然后再自己呢去做个调整 那又或者是呢 你可以直接使用ChartGPT 也是一个方法 那像我目前的案例呢 我下的指令是 我在制作网页 请给我网路行销的相关文案 那这时候ChartGPT呢 就自动呢把一些 跟网路行销相关的这些网案呢 都列出来 比如说首页呢 可以放什么 服务项目 活动 客户推荐等等 好当然你都可以再问他更多 或者是更细节的文案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这样应该是够的 所以呢我现在想要调整的是说 在这个标题的部分呢 我想把它改成中文 那我们来找一个比较适合的 好 比如说我直接复制这一段 好 然后把它贴进来 这时候我可以全选 直接贴上来就好 我先更新 我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文字就直接跑进来了 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 我可以把字呢稍微变小一点 就不一定要这么大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呢 右手边它上面呢 有一些icon 我们从左到右 第一个左边呢 是Spectra里面的CSS 那我们这用不到 然后后面呢 是它一个AI功能 暂时也用不到 那这边是Ostras设定呢 它可以让你呢 去更改你当前页面的排版 比如说目前呢 就是一个全幅宽度 就是100% 但你可以让它缩在某一个 这个容器里面 或者是使用预设值 但由于呢 目前这个页面呢 会建议你使用这个 全宽幅度会比较好 就是使用它预设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你才能够 做一个完整的排版 那下面还有一些功能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会有页面 页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发布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主要呢 是区块 所以说我们目前要更改 这个标题的部分 比如说文字大小 等等都会来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会看到啊 它这个H其实就是heading 就是标题啦 那里面有general 那它可以让你 自左自中自右对齐 然后包括呢 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标签 这边是H1还是H2或H3 其实H1跟H2都可以哦 那这边还有像是指标题等等 都可以自由的做调整 那我们这边呢 选择style style里面呢 你可以更改这个文字的颜色 比如说我这边 文字颜色就可以直接做更换了 好那我这边呢 也可以回到预设值 那你只要点选这个恢复就好 又或者是我是白色 我直接选择白色的色嘛 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我们可以更改 字型相关的部分了 那里面呢 有这个字体跟重量 跟文字大小 我们这边呢要调就是文字大小 因为这个预设是有点太大了 好那我们先进行更新 然后回到前台我们刷新一下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文字就会变得比较刚好 那我希望呢 这个文字它中间可以断航 所以我就回到后台 我按enter直接换航 更新回到前台刷新 好那这样呢 这个文字部分就可以了 好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调整的就是说 下面的这些文字的部分 我再度回到后台 我把这些文字呢都贴上 有关于这个文字的部分一样 我要更改 我想更改它的文字大小 我点选它之后 在heading里面的style 一样呢找到相关调整的位置 像这边呢 我们都可以调整 它预设是22 我们可以选择是18或17等等 那我们就先进行更新 回到前台刷新 好就大概会是这样子呈现 那再来呢 下面就是你一样可以更改成 是中文或者是维持英文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有关于文字的部分呢 其实调整起来呢 是非常的容易的 好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更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区块 如果说这个区块 如果你认为它其实上下的幅度太大的话 我们当然也可以让它缩小 我可以先点选最外层 比如说我点选这张背景图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它右手边啊 就会自动切换成container了 container呢就是最外层的这一包 然后里面会包很多的东西这样子 好那我们针对container呢 它预设它是1200 我们也可以让它缩小 等于说缩小的部分 它其实东西呢 就会变得更加中间了 好像原来预设是1200 我现在把它变成是可能700多更新 然后我刷新 你看它的东西就会变得比较自重一点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针对外层去调整 那如果我要回来的话 我就回复就可以 它就回到1200 好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小高度 它这边是设100 Vh就是它的比例是直接占100% 所以说其实你看 从画面上到下 它就是100%就刚好完整的呈现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缩小 比如说我先随便用一个60好了 然后我回来做刷新 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是说 它目前我把这Vh调整了之后呢 但是它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所以呢 有可能会是在style里面的这个spacing 打开来之后呢 它下面会有一些pading pading就是内具的部分 那预设是300 300的话呢 这个是上 它有上右下左 好这个是上间具 它有300 300的话就是 这边的文字到最顶是300 所以我想让上面小一点的话呢 我就可以设定200或者是150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好当我把数值变小之后 它其实呢 这上面的距离就会缩小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让我们更改 它的这个文字跟上方的这个之间的距离 那在呢 我们刚刚已经调整了这个文字跟这上面的之间的距离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呢 针对比如说刚所提到的 这整个区块啊 它目前是从商道下直接100%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让它在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就停止了 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就可以回到后台 然后呢我到最外层的这个container里面 我可以点选它 那如何确定呢 你可以看区块里面已经切换到container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点选general里面呢 在这个最小高度vh 我可以让它缩小 当我缩小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其实它整个高度啊 就慢慢往内缩了 那我这边呢 就先用50%的比例进行储存 回到前台刷新 大家就会发现啦 我这边的距离它就缩小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字 跟上面距离又更近了 那我们就可以回头啊 点这个文字 之后呢 我们在style里面spacing 然后我再把上面这个距离 我直接调整container也可以 然后点选它的style 找到spacing 然后我在上面的距离 我再让它恢复成多一点 比如说250 更新 储存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那我这边要跟大家额外备注 因为我目前是有把整个浏览器尺寸给稍微放大 我用是125% 所以详细的值呢 你可能会用你自己的电脑测试会比较准 因为我现在是要方便教学 那如果今天说到100% 它会大概是长这样 所以值的话还是以大家自己设定的为准 好那我们这样呢 就简单的更改这个上方区块了 那接着下方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逻辑 那接着呢 我继续展示啊 Wordpress的区块编辑器给大家看 那首先一样呢 如果我想要在现有的区块后面 好比如说我想在这个一进来的区块之后呢 我加上新的呢段落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点选这个container之后 我可以点选它这边有个icon icon呢它可以在后方或者是在前方插入 那我就从后方这边我加上一个工具 工具的部分呢 你会看到区块已经叫出来了 你可以点选加号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放上 比如说我再放上一个container 我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呢拉进来 那container呢你就可以设定啊 你要的是一栏两栏三栏 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啊 比如说我今天设定的是三栏的形式 大家就会看到啊 其实这边就多了三栏 那这个三栏呢 我就可以个别点选加号 我可以个别放东西进去 比如说我今天放了一个标题 然后再来呢我再放一张图片 那图片我们都可以上传 那我这边呢就先简单做这个功能的案例 我并没有要做设计的部分 只是告诉大家可以怎么用这样 那我最后呢可以点选加号 那我可以点选浏览全部 这边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讯息框啊按钮啊 icon啊或是倒数计时等等 或者是数量啊或者是这个表格等等 或者是清单 那我们这边就用资讯框做案例好了 它就大概会这样显示 那它这个每一个啊的区块 其实它都有它的功能 我们这边先更新来看一下状况 那我回到前台呢我刷新一下页面 接着呢我往下看 我会看到啊它这边这个区块啊 就已经列出来了 比如说像这个刚刚所设定的标题图片 跟这个资讯框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再判断啊 如果说你认为上面跟这个上面的区块距离 比较靠近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呢 再回来到后台 我选择呢最外层的container 也就是呢包含这三个区块的container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的style的padding 然后我在上面padding呢就是内具 我可以让它设定为60 那当然它这边有个连结喔 连结开启的话是你一设定全部值都会一起加 你可以打开来 打开来我就变成是60上面是60下面可以是60 好进行储存 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你就会看到它上面跟下面的距离就打开了 那接着呢你就可以再做内部的一些比如说文字大小的调整啊 或者是图片的相关设定 因为它功能真的非常多 或者是像这个资讯框啊它也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是标题在上面标题在下面等等 它有很多种形式你都可以再玩玩看 包括这个icon都能够再做更换 然后它这边都有图 你都可以去更换你喜爱的icon 比如说换一个时钟好了 它就可以自行做更换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额外增加区块的一个方法 好那接着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区块编辑器的其他技巧 那我们刚刚已经新增了这个区块 当然由于是做教学范例所以用不到 那我们就直接呢可以点选这个icon 然后点选后面的删除它就可以把它移掉了 好那如果呢我们今天希望呢 有现成的区块可以直接套用的话 比如说在这个文字下面呢我再增加区块 那一样呢我可以先来到上层的这个container 确定一下是不是来到container了 然后点选icon 我再来后方插入 那这个地方呢我区块建立出来之后呢我可以点选加号 然后中间呢有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的话其实区块编辑器预设给了我们很多这种版型 像这种都是现成的你点选之后呢都可以直接拿来用 或者是他还有做一些分类像文字的区块 比如说我们套用这个好了 点选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 诶这个区块就可以直接汇入了 非常的方便 那他也帮我们排版好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自己再重新做这个动作 所以说呢有关于这种排版配置啊 其实这边如果你需要用的话也是可以拿来用这样子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套用新的区块 也是一个很快的方法 那这样呢我们也了解了区块编辑器 它大致上的一些使用功能 细节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自行再摸索看看自行的完成 那如果有关于目前这个网站首页的话啊 我们先刷新一下 首页的话如果你今天呢想要直接用这个版 那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开始更改它的文案了 像我们刚刚有示范一个案例就是把英文改成中文 那后面其实都是以此类推 那当然呢你针对你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再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像这个字啊我可以让它置中我点选它之后 general里面可以让它置中我进行更新 然后我刚把其他用不到的区块都给删掉 进行更新然后回到前台刷新 好那像这个字呢就会放在中间了 大概是这样 它甚至还可以有个call to action 这个区块叫做info box也蛮常用到的 call to action你可以让它加上一个按钮 打开之后呢它就直接在下面它有很多按钮的形式 好我先回到预设值好了我就进行更新 更新之后回到前台好那这边就多了一个按钮了 你都可以设定连结 所以说你都可以针对你不太满意的地方 或者是你想要调整的地方 你可以更改文字部分或者是它的样式等等 好那每个区块呢都可以做一些更改 好比如说下面这个关于我们 有关于这张图的部分啊如果你想要让它往上一点 不要说上面这个距离这么空 目前前台的话上面的距离很空 那你就可以呢回到后台点选这张图 然后我们到style里面 看到这边margin它目前是360 你就让它数值小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让它150好了 好它就会整个往上点选更新 回到前台刷新就搞定了 它距离就比较小 所以呢你这边都可以陆续去做个更改 那这样呢你的网站首页就能够顺利完成了 那这张图呢我会跟大家补充啊 通常在制作网站的时候啊 我们除了这个电脑版 我们还有呢像是这个平板跟手机版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调整这种响应式啊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好那关于响应式网站的概念呢 全哥网站的YT频道里面 目前近期有录了一支叫做这个 RWD响应式设计是什么的相关概念影片 那里面这边讲的非常的完整 就是针对RWD这个概念呢 去用不同的角度剖析 这样你就会更了解这个名词 本身背后的含义哦 好那我们再度回来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接着呢就来教大家 我们要如何做这个响应式的部分 好一样呢我们先回到编辑器的地方啊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做这个响应式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上方 这边有个预览 然后我们可以点选平板装置 这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切换到平板的模式 那你这边所做的调整呢 基本上就会给平板做使用 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方式大小 那里面我们找到像文字的部分 比如说这边文字 点选编辑 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啊 这边有个方式大小 这个就是文字大小 目前它这边后面有个icon就是平板 你在点击的时候呢 它其实还会有像是这个 电脑板啊 然后平板 好那当然呢 我们目前更改的是平板 所以我们都可以针对平板 比如说这个字我想让它小一点 我就让它用26 然后呢我在手机 再点选一下 那手机的话呢 一样可以更改让它变得字更小 比如说我让它18就好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回到电脑板呢 就是预设值 你就可以点选更新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前台 我们刷新一下 好我们找到刚刚这个字哦 这个是目前在电脑板是特别的大 好那我们今天把它用这个 平板的方式浏览 因为我们刚刚针对平板 已经把字调小了 所以大家会看到平板的字 我们就很明显 它已经变得更小了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手机板 那手机板我们设定的 也是相对小一点 所以说呢 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就能够针对不同的装置 去做文字上的大小调整 或者是一些更细节的处理 所以说呢 以区块编辑器来说 你要更改它不同的装置 样式 你可以点选上方这个icon 它可以针对平板 然后也可以针对手机 去做调整 那你在这边所调的值呢 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 如果今天好像这个contact里面 这个是对齐 今天如果它后面有这个小icon的话呢 代表说目前这个值呢 是支援响应式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能有些就没有支援了 所以这边呢 部分也是一个判断的依据 好 那我们透过上面这个icon呢 自由切换 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出 响应式的网页设计 那在这个章节呢 我们将来看一下这个 联络表单如何做制作 那我们今天呢 可以点选联络我们里面的contact 它预设呢 这个版型它有一个联络表单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做这边的更改呢 我等一下会教大家 好 我们先前往到网站后台 那我们这边先回到这个 这个仪表板的界面 那一样呢 我们到左手边 我们会看到一个WP Fonts 这个外贯为什么会被安装上去呢 那那个是因为 我们刚有安装Astra主题的这个版型 它系统自动的帮我们安装这个外挂 好那一样呢 它预设会有两个这个版型的画面 那其中呢一个是联络表单 好联络表单它目前点开来之后呢 它的排版就是有姓名 Email跟主旨跟讯息等等 其实就对照是大概这样的形式 那当然呢我们都可以再做更换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通常会是更改成中文 所以我这边就先简单更换一下 好那这样我们就更改完毕了 好那接着呢它其实每个栏位 当你点选的时候啊 它其实这边都还有蛮多细节 你可以去做设定的 像这边呢这个按钮是否是必填 你可以自由的打勾 然后呢它这些的栏位都支援拖曳 像我可以把它往上拉 这个电子信用就变成第一个 大概是以此类推 当如果你用不到的话 你就可以点选后面这个垃圾桶 icon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好然后它的这个栏位都可以自行在做增加 比如说这边有个Add a Fields 它里面有支援像是下拉选单 多选框 名字Email 段落等等 有非常多种 你都可以呢直接 比如说我把它拉进来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这项能力了 那用不到呢就把它关闭就好 OK 好那完成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右上角进行儲存 好儲存完毕之后 回到前台我刷新一下这个画面 好那回到前台之后呢 我刷新一下这个画面 我往下滑 那我们会看到啊目前 这个栏位似乎还是一样 那我们可以再度回到这个后台 WP Phones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跟它的栏位设定有关系 因为我们目前啊 希望它可以出现像姓名电子邮件主题 这个中文字 但是它前台似乎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点选 比如说像姓名 它这边有Add a Fields 好那里面呢 它这边有一个隐藏Label 就是隐藏这个标题啦 那我们这边就取消 好每个都把它取消 好取消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选右上角儲存 然后回到前台刷新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名称 全部都跑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呢 你想要更改后面的 像First Name 跟Less Name 把它改成中文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喔 你就点选这个表格之后呢 像这个你就把它更改成名字 然后下面更改成姓氏 那进行储存就可以了 那像以中文来说 通常就会留一个啦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有两个栏位 你可以自由的在发挥 下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陆续的做更改 好那我更改完之后呢 可以点选储存 然后回到前台刷新 那这样呢 这边的英文字就更改成中文了喔 那这样子人家也才会知道说 这个栏位要填什么 那有关于WPFORCE 它其实功能还有非常多喔 像是我刚点选最后一个这个文字框 它里面呢 还可以支援像是更大型 或者是中型的这种文字框 然后你可以限制长度 这边都还有做一些规范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外挂还有很多种功能 你都可以自行再来玩玩看 好那透过以上的教学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顺利更改 这个系统给我们的表单栏位了 好那最后呢 我们要来教学的就是 网站最下面的网站夜尾的部分 有关于夜尾的部分呢 它其实跟夜手一样呢 都是使用这个编辑器做制作 那我们可以呢 在登录状态看到上面呢 会有个自定喔 这边有个黑色一条自定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好进来之后呢 我们除了原来的介绍夜手编辑器 它其实还有夜尾编辑器 我们点选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来到这个地方喔 但这个版型目前挥入的时候 它似乎有出现一些错误喔 那这个错误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坦白说我们就是不用用就好了 那我们就把它关闭 我们可以再放其他的元素 那它这边的操作 其实跟刚刚上面的夜手编辑器操作是一样的 那目前呢 它是也支援三列的方式喔 你都可以自由的使用 那我今天使用中间这一列 它也可以设定你栏位塑料 目前是两栏 你可以设定三栏 设定三栏的部分 你就可以放入更多的东西喔 然后夜尾的Menu 你也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个排版 大概是这样子的呈现 那有关于第一个区块呢 你同样能够再放上一些相关的讯息喔 比如说你的一些联络方式 又或者是呢 你同样可以放上这个Widgest 就是这个Logo 那Logo部分呢 它预设是使用小工具 Footer Builder Widgest 1 那你这边呢 你就可以点选图片 你可以进行更换 比如说我更换图片 那这边呢 我要用的就是黑色的Logo 就是我们刚刚所设定的 当然你这个Logo 你都可以再放上这个连结的部分 那这边就更改完毕了 那下面呢 你就可以更改一下联络资讯 类似像营业时间啊等等 好我这边就先随意输入 有关于这个Logo的部分呢 你都可以再陆续做一些调整 都是没有问题的喔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选发布 那我们再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好你就会看到啊 你的这个Logo 跟文字的部分就已经出现了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Logo 有点过大的话 它其实有几种处理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上传相对比较小一点的Logo 那另外一种呢 你可以透过程式码的方式呢 去把它的宽度去做个调整 那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另外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啊 一个更快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回到后台 我们点选这张图片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编辑图片的状态 这边有个显示设定喔 它尺寸预设是完整尺寸 也就是我们上传这张图片的预设尺寸 它也支援比较小的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制定尺寸 那宽度跟高度都可以自由设定 但我会建议啊 你就设定宽度就好 那高度呢 你就是让它去做侦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点选更新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点选发布 大家会看到其实在预览画面 其实这Logo已经变小了 那我们就刷新 那这样呢 就会回到一个比较好的预设值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你这个地方啊 在业尾都能够再添加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 像我可以让它变成四篮的方式呈现 比如说我把社群我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这边就会涉及到一些排版 大家都可以自行再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就先把它拉来这个地方 然后中间呢 我同样可以再加上Witches2 就其他的这个小工具 小工具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增加 因为我们刚刚是直接从这个地方 它也可以让我们增加小工具 完成后我们可以先点选发布 然后刷新一下 那这个时候目前大致上的排版是已经OK了 那接着呢我们只要处理后面的这个小工具的部分 好 那这个章节呢我们接续来处理这个小工具的部分 我们刚刚是透过主题啊 制定里面直接更改小工具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另外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这边先回到前台到控制台的地方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左手边的外观点选小工具 那里面的地方呢 其实跟刚刚的画面是有点像的 那这个地方呢 它主要分为像是主要资讯栏 夜首跟夜尾 那我们现在想要看到的是夜尾 那我们目前呢 在编辑的状态我们来到制定 其实我们已经有放一个Widget1 就是还有Widget2 目前是这两个 所以它其实对应呢 来到这个小工具的画面 它就是Widget1跟Widget2 大概是这样 所以Widget1我们打开来 其实它就是logo跟这个营业时间 那Widget2呢目前是空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啊前台这个画面 这个区块还是空的 所以我们就来增加一些东西好了 那增加东西的话呢 那其实来这边的话编辑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依自己的喜爱而定 比如说我放一些这个资讯好了 这个看起来比较多字 更新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回到前台刷新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啊 我这个小区块就已经顺利放进来了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逻辑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夜尾的部分啊 你都可以做完全的客制化 这里面的加号东西 其实你都可以放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夜尾就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客制化调整 那我们这边呢还是先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好了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区块给删除 然后我在夜尾这边 好我加上一个清单好了 那清单的部分呢 你都可以自由的去做文字上的调整 好那我就点选更新 好回到前台刷新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清单部分就放进来了 好那所以说呢 我们以夜尾来说的调整 第一个呢我们学习到了 我们可以从制定里面 它有一个夜尾编辑器 我们可以来这边做一些布局排版的调整 然后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前往到小工具里面 小工具里面呢 它搭配了区块变速器这么多的功能 就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呢 它在夜尾的部分呢 是有提供Witch 1跟2 你都可以自由的做使用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办法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网站夜尾了 好那透过以上这些教学啊 相信大家应该对Wordpress本身 从版型的套用 然后加外挂的使用 包括区块编辑器的应用 我们如何更改这个网站页面 都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这个时候呢 当你学会了之后 你都能够透过这些概念 然后去做网站上的变化 打造属于自己的客制化网站哦 那也祝福大家可以顺利 好咯以上就是这次的分享 希望这部影片呢 可以帮助你顺利自驾形象网站成功 帮助你省下大额的网页制作费用 有关这次影片提到的相关资源 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最后如果你有网页设计 主机代管的需求呢 都可以请犬哥数位团队协力帮你服务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